繼續回到職場教知日文必答的環節 家庭觀眾有事想問我們都好歡迎打電話來 電話是204-6566 又或者繼續發電郵給我們 我身邊的嘉賓就是我們的研究部副經理陳偉聰先生 Jason早安 Janette早安 收到兩位家庭觀眾的電郵 我們先回答劉太的電郵 想問問你編號2083的中國地板 現時去到1.84升幅也是超過半成 他提到中國地板沒有貨 想了解它的PE水平和價值和投資的前景 另外如果想買的話 這款是適宜短炒還是持續長線呢 中國地板上年上市 上市之後見到股價表現也不是太理想 因為上市時定價比較高 那時候整體的預測PE方面 也有接近去到24-25倍那麼高 近期回落了 大概是過七、過八這些位置 整體PE方面 剛剛問到方面 大概是十一、十二倍左右 如果你說以這個市盈率來算 就不算貴的 但當然這隻股份都是很受到國內整個 房地產行業的氣氛所主導 如果你說之前是多人換樓的 本身是樓市方面是好的話 這隻股份是不會差的 但近期來看見國內整體的 就是收樓的數字 那些人去看樓方面等等 都是有個明顯是下降 所以都對於這隻股份來說 就算短期有反彈都好 但整體的幅度都未必說會是太大的 再者說的是地板這間公司 雖然你說在國內都叫做有一個 叫做比較領先的地位 但始終整個行業都是比較分散 和整體的競爭都是比較激烈的情況下 它未來地板的價格都未必能夠加很多 所以暫時看前景 我覺得都是中性為主 就未必說會太好的 如果你說看目標價方面 以短線操作來算 可以暫時看上去上年10月的高位 說的是大概2.2這些水平 去到這些位置的話 我也覺得可以先行沽出 如果你說短線要買的話 或是暫時比較理想的買入價 可以定在1.75元 好 麻煩你 Jason 希望可以幫到劉太 另外想聽聽另一位家庭觀眾 這位是劉小姐 早晨 早晨 我想問問2888渣打銀行 我賣了220元 現在是190元 我想問問現在可以賣好嗎 還是先看 好 渣打二百多元 即是220元左右買入 現價回到196.8元 也挺高位買的 怎樣算好呢 沒錯 你看到之前也捱了多久 最低都是 上年10月的時候 曾經下過140元 也算是近一個多月 即是從一月開始 都見到股價明顯是有個反彈 由170元 就已經上回到接近200元這些水平 始終渣打之前跌 都是因為歐洲那邊的問題 都令到一些國際性的金融庫 都受到影響 但是如果你說看回 渣打的資產負債表來計 其實歐洲的資產 就不算佔得太多 也沒有保持歐洲國的國債 所以就算你說希臘來 真的要削債也好 但其實對於渣打的影響 就不是太大 之前跌都是受到整個氣氛的主導 令到股價跌下來 但是當你看到近期歐洲危機的風險 都已經慢慢降溫的時候 對於這類的國際金融股 都應該相對可以看回一點 當然如果你說看渣打的話 都要留意在香港和印度 甚至乎在國內方面的業務 因為近幾年都開始 將營業的據點慢慢由歐洲 轉移到亞太區的國家 如果你說整體亞洲區的經濟都是好的話 對於渣打來說都不會太差的 所以如果你說220元買了的話 暫時我都建議先保持住 但都有個心理準備 因為始終去短期 都叫做累積一個不細的升幅 有機會先做調整 去到180多元這些位置 才會有個比較大的支持 但我相信能夠站穩 在20天線樓上的機會都很大 到時調整完之後 再上的動力 自不然會再度增加 李小姐有沒有其他問題 沒有了,謝謝 多謝你的電話 Jason先看電郵問題 回答一下John的電郵 想問你內銀 他是2.7元買入3988元 中國銀行 馬入價真的挺漂亮的 現價到3.31元 都叫做有個明顯的秋升 但踏入到1月底至2月初這一段 那個升勢明顯是放緩了下來的 如果你說看回近期的消息方面 都在說中央 即是內地港銀監會方面 都已經在傳 未來的新資本要求 將會在今年的7月1日 就會實施 這個方面 都是令到一些 本身比較細型的銀行 都受到一個比較大的影響 好像昨天交行方面 都是要一個賠股行動 看回中國銀行方面 資本充足率方面 也不算太高 但當然短期之內 就未必說會這麼快需要集資 但以一個中長線的角度來講 都有這個可能性 如果你說真的看回近期的表現 我覺得都叫做一個整固 但如果你說以一個再長線一點的角度 我相信今年整體的大市 都是不錯的關係 特別就是A股 應該國內的銀根 都還是有條件放鬆 所以接下來這類的內銀股 就算你說不能夠完全跑贏大市都好 但應該都還有一個上升空間 暫時上網的目標 以一個短線來講 就可以先看回大約3.6這些位置 好 很感謝John的電郵 其實講開內銀 不如問問你交通銀行 3328現價跌超過3% 去到6.11 其實剛剛講到配股方面的消息 想了解它的資本方面 其實情況又如何 沒錯 看到其實交行 在未集資之前 核心資本充足比率 大概只有9.2% 距離中央的要求是9.5% 還有少許的距離 而且看到這間公司 要在做公股的時候 難度是比較高的 所以這次他選擇了 用一個非公開配售的形式 只是向他自己本身的大股東 包括匯豐銀行 以及中央匯金等等 投資者去配發股票 但對股份的價格也有影響 始終增加的股份數目是大了的關係 都會令到整體的盈利方面 會有一個攤薄的效應 所以看到這隻股份 今天也有跌下來的情況 謝謝Jason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繼續在職場教資 日文必答的環節 家庭觀眾有想問我們 歡迎打電話來 電話是204-6566 又或者繼續發電郵給我們 看看大市最新表現 恆生指數跌82點 成交額到224億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再談談